謝謝主席 因為我在想聽第二輪發言以前 我想把那個討論的範圍大概在聚焦 更限縮一點 那可能有助於本委會的委員 接下來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討論的基礎 就在規範架構的 在整個規範的架構下面 當因為出現汽車事故的被害人 那他本來第一線要去賠償的責任 是那個加害人 或者是在無過世的情況之下 他本來是要向強制車險的那一邊去請求 那後來是因為 避免他自己要先支出費用去就義 所以由全民健保cover了以後 才設計了全民健保 去跟強制車險那一邊的基金 去代位求償 這整個法的規範秩序 那因此在整個責任的歸屬上 最起碼我看了有關於全民健保法 以及汽車強制第三者責任的 立法意志的時候 大概這樣子的規範模式 代位求償 那以及避免說雙重受償的情況 是蠻穩固的 但是現在比較大的問題似乎在於說 現在汽車強制責任險的基金之所以 會不斷的下降 甚至會不夠 那可能有幾個存在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說 目前在保險費率的計算上面 那個要繳的保險費率不斷的調降 那當初基於的考慮是什麼 是因為說這個基金很充足 那因此沒有必要繳這麼多的錢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政策考慮 因為這個部分可能 要麻煩金管會這邊回答 我才有辦法比較清楚的評估 那第二個也是大家購病最大的 就是在因果關係的建立之上 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 跟汽車事故沒有關係的疾病 是絕對不應該讓全民健保那個部分 去跟汽車強制責任險代為求償 那重點是在說 就這個因果關係 理清確認的責任 那到底是要由誰來加以承擔 那第二個是 他在行政的作業成本上面 我不曉得說 行政部門這邊有沒有經過 比較仔細的估算 他可以減少到 不必要的代位求償所產生的浪費 跟在進行這個因果關係的認定上面 所支出的程序成本 這兩個哪一個會比較大的問題 那我相信這個法案 最後不管採取什麼樣子的修正模式 對於柯媽媽長期以來 在推動汽車強制責任險 那對於很多車禍的被害人 造成實質上面的加會 那我跟社會上面 非常多的人都一樣 對柯媽媽這樣子 氣而不捨的努力跟精神 表示高度的感佩 那不過我們最後可能 在進行這個法案修正的時候 是不是要採取這樣子的規範模式 還是有其他模式的調整 可能在廣泛的聽取 大家更進一步一輪的意見表示以後 那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可以作為修正參考的依據 謝謝 感謝我們黃委員 其實 謝謝